中国最近有一个征兆 很多人认为王岐山在外交上扮演了一个帮助和润华中美两国关系的角色 但是7月8号王岐山在第八届世界和平论坛上有一个讲话 他明确表示了中国反对以对WTO的承诺 王岐山的明确说法是说中国反对以国家安全为名的保护主义 也就是说中国已经把中美谈判定义了 定义说第一这是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理由的 第二这是美国的单方面的单边主义的保护主义 换句话讲中国没错 中国既不存在WTO的承诺 中国也不存在盗窃技术产权问题 那都跟中国没关系 或者说我做了你也不许说 所以实际上这个说法 王岐山这个说法表示了一点 美中摩擦与中国拒绝兑现以前WTO的承诺 还有侵犯知识产权等等这些事都毫无关系 那些问题根本就不存在 也就是说现在根本中国已经不承认他上次坐到谈判桌上去的那个原因了 你也可以理解成这样 就是说虽然按照WTO的规则还有国际知识产权公约的这些国际法规来认定的中国是有错的 但是那些规则现在中国认为对中国无效 就是说中国例外论世界上可以有无数规则 但是到了中国这全都不算数 这个口气有点像老毛 他这个王岐山的这个讲话又不有这个意思就是他 想抢占这个 道义高点 就是说你说我这个 对你当然可以这么理解 但是我刚才提到了 这个连熊猫派那个百人信件 他们都得承认说中国违反WTO的承诺 就说明这一点他们也还是承认的 就一抱着熊猫他都说熊猫你这个问题是个是问题 你甭说中国政府对熊猫派这个信啊很欣赏 你看这个媒体对中国媒体这个报道啊 这个连篇累读的报道了这个啊 这个这个这个信 但是呢把里头一些批评中国政府的 一些辩论一些观点全部抹掉了 而且呢还特别强调就是说啊 对中国进行对抗不是美国主流声音啊 把这个话也放进去了 但是他把这个啊这封信里头对中国的批评和美国内部的关于这些问题的争议 关于一概的那个抹掉 那么现在我前面我提到说我们现在讨论美中关系啊 这个要看看中国到底怎么想怎么说的 我现在刚才中国怎么做的我们已经谈过了两个大转身 转身转到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说中美谈判实际上已经不可能按照美国的意愿谈下去了 甚至中国的做法也把拥抱熊猫派期待的期望打得粉碎 对 当然也把那一百几十位央行行长的期望打得粉碎 那么我再来看中共的官媒对外宣官媒是怎么解释他现在这样的做法 就中美关系很明显的就在这过去的从大阪峰会一直到今天又在发生很大的转折 那么最近这几天中共的外宣官媒怎么解释的呢 我给大家引用一下这个下面没有一个字是我的我只是引用 中美贸易搏杀延续至今已经超过一年 如今几乎没有人会相信地球上体量最大的两个国家之间的矛盾 会在一夕之间焕然冰势 甚至某些人已经嗅到新冷战铁幕落下的气息 毫无疑问 这对于中美两国来说都将是影响深远的国运之战 另外一句话是 国际政经格局和中美的国际话语权已然在发生转移 再有一句话 叫中国政府在推动完全不同于以西方政府观念为中心的国际秩序 上一次我和小平我们那个节目里谈到了中国在打规则战 那么现在刚才念的这几句话 我就不再念第二遍了 大家要想听众朋友们要是对这些文字 官媒宣传的文字有些什么疑问 你可以在视频上再复放一遍 多听一下你就知道 那么这些文字说明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它已经不是围绕规则本身了 刚才第一段话谈的是铁幕 新冷战铁幕已经落下的这个气息已经出来 这是官媒宣布的 第二中国把它定位为国运之战 就是为了他认为说中共和中国的国运 取决于这场所谓的新冷战 就是说他非赢不可 再一个他强调说第二句话里面提到 中这个国际经济 政治经济格局和国际话语权 已经发生转移 这句话讲的委婉一点 直接的意思说的直白一点 就是说现在该轮到中共掌握话语权了 这国际政经格局得由中共说了算 甭跟我说那些以往的规矩 那都到了我眼里 全都是nothing 都什么都不是 我说了什么算 就是我说什么 要怎么算就得怎么算 我要定规矩 而且这规矩得由我说了算 不需要征求你们的意见 我根本就不听你们的 然后呢 刚才念的第三句话说的是 中国正在推动一个完全不同 与西方的国际秩序 所以他再也要做了 已经不是规则战 从规则战进一步推进 他是要掀起一场 对世界格局的重新的定格 就是这个世界的格局 必须是以中共的需要为目标来做的 这等于是个全球的双中心论 这样的东西 对 那么很显然在这种情况下 中共自己说他要进入新冷战 那么也就意味着中美不再是盟友了 或者说呢 过去多年也许他只不过是假朋友 今后中美将成为公开的对手 而且不是和平竞争的对手 而是互相对抗的对手 这也就是回到我们一开始 我引用的官媒的那句话 叫中国正准备替代美苏冷战中苏联的位置 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 我在想啊 这个我们一开始 小平你刚才提出来 就是新冷战这个问题 是个很严肃 很深刻 又是很冷酷的问题 没有人喜欢 或者说这个 只要不是在中国吃育用饭的人 没有多少人喜欢冷战 更不喜欢新冷战 但是假如说新冷战存在的话 我们就先得找到它和这个旧冷战 有什么共同点 这样我们才来谈 这个是不是真有新冷战 如果它现在的所有特点 都和旧冷战一模一样 或者说它有一些不一样 从这些对比新旧冷战的 共同处和不同之处 也许我们就能够找到 这个新冷战本身的特点 也帮助我们来理解 未来的中美关系 会有些什么重大的 这个变化 或者是走向上的重大的 这个转向 那么我想了一下 就是看起来 这个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 已经来不及谈更多内容了 我只能简单谈几点 就是我分析了一下 新冷战旧冷战 它们相同的地方 我找到了五点 五个相同点 第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对抗 旧冷战是美苏对抗 新冷战中国提出来 中共提出来 它要是中美对抗 那么对抗首先是政治层面的 就是说中共自己也说 它要主导国际政治经济格局 就是说它要不认同现有的世界这个民主阵营的主导的这个格局 它要建另外一套格局 这个情况和当年苏联选择的社会主义阵营 对付资本主义阵营 这两个敌对关系的立场是一样的 所以它和西方将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将变成一种正面抵制 正面对抗的格局 这一种互相挑战的战略位置 那么第二个共同点 新旧冷战的共同点就是 中苏这两个红色政权 都患有自由恐惧症 所谓自由恐惧政权 它害怕言论自由 害怕这个新闻自由 害怕选举自由 害怕结社自由 因为这些自由都可能动摇专制政权 所以出于这种恐惧 对自由的恐惧 所以它仇恨普世价值 也仇恨任何喜欢普世价实的本国老百姓 但是呢 它不能说我是害怕自由 所以它得把话转个角度 说现在这个自由 以及自由所包含在里面的 这个普世价值这套话语 这是西方和平演变 西方威胁红色政权的手段 这一点和苏联是一样的 第三个共同特点 新旧冷战都有一个 政权追求政绩合法性 就是它红色政权 一定要向它的国民宣称 它给这个国家带来了繁荣和强大 那第四个特点 新旧冷战的共同特点和第三个共同特点 是关联的 那就是它一定要宣称战胜 苏联那时候宣称是社会主义 必然战胜资本主义 中共现在宣称的是崛起 然后要这个中国要成为 这个世界上具有话语权的 刚才我前面念的几段官媒的话 说得很明白 要主导国际话语权 话语权现在归中国了 而且是国际政治经济格局 要由中国来掌控 这个就是所谓的战胜论 就是它认为它应该能够战胜 那么这套话语不仅仅是对外讲的 也是对内宣传用的 还有第五个特点 就是军事上施加压力 就是一方面加强军力 一方面呢和美国在这个 对美国构成威胁的这些武器系统 这些领域里头 不断的加强这些武器系统 我记得我们再前面几次节目里 谈过一次航空母舰 中国要建五到十艘航母 组成大航母编队 那很明显的就是一种 对美国军事挑战 军事对抗的一种姿态 虽然还没实现 但是它已经先讲出来了 所以从这样的五个共同点来看的话 我们能看出来 中共讲的这个新冷战 不是空穴来风 也不是信口开河 它是实实在在的 已经存在的东西 中共现在不再掩饰了 把它明确的搬上了台面 就是堂而皇之的举出了 举起这面旗帜 也可以说你这个用一个 这个中性的话来讲 就是中共吹响了对美冷战的号角 到现在为止美国没有应战 川普还在谈 希望中共坐下来谈 也就是川普是非常低调的 他不想用对抗来应付中国的对抗 相反川普现在的做法是希望用握手 微笑谈判来应付中国的对抗 而中国现在呢 觉得置得意满 你看我越讲对抗 美国态度越软 所以有中国官媒 还有这样的说法 说川普已经输定了 这边的对抗 还是这样的说法